字幕by await future 好 各位好 小弟 今日就跟朋友上到來 這個府地 這個應該是一個集水區 是這樣看得現在是一個地盤 就進不了 但原來之前是進到的 之前是一個荒地 當天在這裏 三八四八 遭遇過一宗靈異的事件 現在我們還見到有人供奉了 古恩菩薩在這裏 請三八四八現身絕法 當時大約是2015至2016年 是秋天來的 我做汽車維修 有個客人駕車的迫力是有問題的 我晚上跟他做了維修項目 做完之後就需要試車 試車到處屯門元朗 找斜路試一試迫力 看看哪個位置有好的斜路 來試到手藝和迫力 上了來屯門府地的一個叫做集水區 水墓署的地方 這裏現在我們拍到的 是一塊空地來的 之前是 即是現在封了地盤這個位 以前是一塊空地來的 當日秋天就非常非常之大風 我維修的地方 開車上來 那個客人叫做Nelson Nelson陪我上到來之後 不如下車到處看看 看看這裏 一些郊野公園 看看有些美麗的景 或者看上去屯門 可能是很美的 下車就走進了這塊空地 進了這塊空地 上來那條路真是很斜 上來這塊空地 Nelson就說冷了 走了 那好吧 我們上回車 就過回去 我公司 送我回去公司 Nelson就走了 在車的時候 我就說 喂Nelson 那你用不著按錢 我記得當時的維修費 是400元 Nelson就說 喂 我上車過來試車 那時候都給了500元 你了 我說 又好像是 那 我的褲袋 就很深的 我兩個褲袋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都找不到 500元 那500元 去哪裏 我說 應該是跌了 Nelson 那 回到公司 那一刻 就地毯式搜索 怎麼找都找不到 那我說 喂 Nelson 剛才我們上去虎地 不如 拿電筒上去幫我找 你有沒有時間 去試一次車 那Nelson就說 好 那好吧 那 折返到來這個屯門虎地 的郊野公園區這個位置 這塊空地 我和Nelson 就下了車 地毯式搜索 大家 都見不到 這裡有燈光 一片黑暗 當時又很大風 那我和Nelson 就進去這塊空地 找了地毯式搜索 真是續航素描 都找不到 500元 那地方不是小 那地方很大的 那好吧 Nelson就說 喂 好陰森恐怖 又好冷 我說 喂 如果你怕怕的 你就上車先 那我說 不信這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亦都不怕 我亦都沒有宗教信仰 那之類 那我只是想賺錢 那我去到這塊空地 最入的位置 最後一次 我都放棄了 500元 沒了就沒了 那我亦都是逐航素描 周圍照 去看 哪裏找到 找到500元 真的找不到 在我放棄之際 我就 叫做什麼 厚多 是呀 叫做厚多 喂 這些東西 這些錢 你們用不到的 喔 給我好喔 那 只是說那些句說話 阿余道 真是好嘢 只說完一句 然後呢 那我放棄了 喂 出回這堂集的時候 當時是沒有所的 大家 會幻想到 裡面有些芦苇草 是 超過一個人那麼高 剛才我都說過 其實在這個位置 雜的 左右兩旁 都是有身高那麼高的 芦苇草 現在就沒有了 出回來的時候 好奇怪 那張500元 就設定了在左邊的芦苇草 就是這些 的 眼層 就是我們人那麼高 肉眼見到的地方 他給我 還要 還要你之前 你是掃過那個地方 好了 他是屬於地尖 即搜索裡面的 其中一個位置 還有500元 他不是飛機 怎麼飛到上去 還要放在這裡 給我 即是我覺得他是給我 好了 過了大約 一個禮拜左右 我天天都看報紙 報紙原來就寫了出來 說這個位置的下面 有一個叫做水務處的集水區 是發現屍體 而那個屍體呢 就在這裡附近 不足 三至五百公尺 有一條村 就開賭檔 即是在賭檔 這個是賭鬼來的 他被人謀財害命 或者叫做私票 總之就死了 是 應該是因為賭債問題 債務問題 應該是這個賭仔 就拿了我張500元 之後就給我 我真的解釋不了 其實整件事解釋不了 而且到底是不是真的他拿 我們又不知道 但是又真的很巧合 因為就是 正正是那段時間發生這件事 而且那段時間 你又有這樣的遭遇 是呀 相當之奇怪 應該是之前在你發生這件事 之前沒有多久發生他那件事 是呀 真是證明不了有鬼魂 有靈魂 但是我就 就不覺得有這麼巧合的事件發生 是啊 其實挺有趣的 小弟經常都覺得 人的執著 去到死亡的一刻 你沒有放下 反而你死亡之後 會更加執著 那其實賭仔會收拾了些什麼 收拾了你500元 收拾了你的500元 幸好我沒有帶人包上來 所以這次我們再上來這裡 大家再按住自己的荷包 才再上去 就是這樣 好 多謝三把四把的分享 多謝 是 再有故事再告訴我們 好 拜拜